当日时间9月4号中期成见的多伯一医院项目正式开工 波黑赛族共和国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 波黑赛族共和国总统多迪克 中国驻波黑使馆临时代办庙大可等 出席了多伯一医院项目的开业仪式 多伯一医院项目 是中国企业在欧洲实施的第一个融资加设计 采购施工的医疗卫生胶钥匙工程项目 是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成果之一 多伯一作为波黑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之一 距离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仅两个小时车程 建成后的多伯一医院将为周边30万居民 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并大幅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整体水平 除了国家的医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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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